平埔原住民族群 證明訴求二十多年 去年十月行政院通過修正 原住民身份法 認定平埔族群為平埔原住民 而園民會陸續也舉辦座談會 九號上午在花蓮副理項公所 舉辦第四場建構平埔原住民 民主權力體系諮詢座談會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林萬一主持 座談會目的除了向平埔族群 各界說明當前原住民身份法 修法進度外 也包含進一步徵詢平埔族群 對於未來民主權力的想法 但針對平埔原住民身份 族人持不同意見 認為平埔原住民身份沒有憲法保障 更擔心修法遙遙無期 我們是不接受這樣的版本 因為如果以平埔原住民族這個概念 去加入法定的台灣的法定原住民族的話 我們不受憲法的保障 那我認為最快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修的話 就把我們加在平埔原住民裡面 就修這一條就好了 為了要讓整個衝擊減到最小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把山地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跟平埔原住民 做一個分類 這樣的話 大家的整個一些所謂的各種福利的措施 才不會相互衝突 原委會透過座談方式 更廣泛的與平埔原住民族群 進行討論及對話 來凝聚平埔原住民證明共識 並同時針對民族權利以及其成 得以有更深入的討論 希望能統合全台各地平埔原住民意見 讓平埔族群不再只是歷史名詞 記者法務 Mulas Bia 花蓮副理 採訪報導